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评测笔记本 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关于Intel的大事 我昨天显公众号的时候看到群里有人Q我 就是这张截图 截图的主贴是关于Gamers Nexus发的一条视频 大致的意思是他们收到了消息 Intel的部分处理器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受到了污染 导致芯片内部氧化 最终这些处理器 尤其是频率高核心数多的几个型号 会呈现出高故障率 因此除非Intel发布声明讲清楚啥情况 否则他们不会再推荐13代14代的Intel台式机处理器了 然后底下就有老哥说 国内媒体如果不发声 那肯定是掐来Intel的饭 怎么样 看到这个截图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想回应 这位老哥 我敢肯定你压根不关注笔拔评测室 但凡你看过我们的视频主页 或者刷过我们的公众号 就应该知道 我们95%以上的内容都是笔记本电脑 我去把GN的整个视频完整看了一遍 然后发现 视频里面提到的内容其实是关于台式机处理器的 就像贴子截图里 他们把这次故障可能会受到影响的CPU列了出来 这里面的型号也都是台式机的CPU 它整个视频里说的内容硬要说 其实跟笔记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实际上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还真有 我们一会儿再讲 那为什么要做这期视频呢? 因为除了这个老哥 大家今天都在问我们有没有收到这种反馈? 包括微博、公众号、B站都在问 我觉得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那这些视频我们就把了解的内容 以及大概的看法告诉大家 当然我们也想知道各位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 先说一下我对Gamers Nexus这个视频的态度 它的看法包括一些玩家们的看法 我是赞同的 但就像他说的 目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经过充分的验证 因此没有办法盖棺定论 英特尔的处理器确实有问题 他们也在征集出现这些不稳定情况的CPU批词 看看能不能发现规律或者端倪 但从目前他们收集到的国外玩家 销售渠道、售后渠道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 大家都在讨论说 有一部分是3代、14代英特尔台式机处理器 在使用过程中不稳定 其中包括蓝屏、黑屏、游戏闪退等故障 虽然不至于点不亮 但实际上这些不稳定相当于就没法用 对吧? 不光是GN的视频里提到这些故障 包括前几天国外的一个游戏工作室里也发表了声明 说他们的玩家、服务器、开发团队都遇到了运行崩溃的情况 甚至原本运行正常的处理器也会随着时间退移出现故障 这种情况很像大家说的梭刚 其实不光国外 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今年3月份的新闻说台式机版厂的出厂设定有问题 导致13900K、14900K打游戏的时候闪退、崩溃 除了台式机CPU关注我们的用户肯定想知道笔记本CPU有没有呢? 让我们先说事实再来推测 首先我目前有接到笔记本用户给我反馈说 它的13代、14代HX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不正常 表现在闪退、蓝屏、崩溃 当然爱因警零九不算 因此根据这个情况 我是没有办法推断是CPU故障导致的 然后我们尝试去根据现有的情况推测原因嘛 理论上来说 13代、14代的HX55处理器的笔记本 跟台式机的13代、14代的处理器用的是同一个核心 细节方面可能封装的方式等等不一样 但本质上它们应该是同一个东西 如果台式机有问题 那笔记本这些高性能的型号也跑不掉 但13代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也上市这么长时间了 反馈笔记本崩溃的用户其实没有像台式机那样吵得那么激烈 那我推测有以下几个可能 虽然都是同样的处理器 但是笔记本的全核心频率要比台式机低很多 同样的处理器 13900K全核是5.4还是5.5GHz 但是13900HX只有4.9GHz 而且它能满载跑到4.9GHz的场景很有限 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功耗限制的问题 笔记本的功耗限制相比台式机是严格很多的 有些机器满负载运行的时候 PL1会在55到80W之间 这也同样限制了频率 因此相比台式机来说笔记本的负载并没有那么高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AC loadline的问题 绝大部分13代14代的笔记本HX处理器 都是按照1.7的AC loadline出厂的 这也意味着它的电压会给的很高 虽然带来的是更大的发热 但可能这也是安全的原因 从目前我们的工作室里使用折腾的精力来看 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准确的结论 最后结合上面我们得到的信息 我想说说我的态度 实际上如果你的目标是买台式机 那这部分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小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 那就买AMD嘛 完全OK 但抛开台式机碰到的问题 笔记本这边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笔记本是一个整体 什么型号用什么料件完全取决于OEM的产品策略 在我们的推荐列表里 入门级 主力级的机型几乎都是AI两家都有的 而且这部分Intel处理器都是H45或者Ultra 理论上它们跟台式机的处理器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也没有接到这方面有问题的消息 所以说我认为这些产品是没啥影响的 但高端一点的机型特别是万元以上的 除了联想 华硕 微星 其他家的万元以上产品 几乎都没有AMD的产品可选 剔除掉这些高端的13900HX 13980HX 14900HX的笔记本之后呢 你会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挑了 而且这些机器 我们目前也没有大批量收到有反馈有问题的投诉 因此我的建议是 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 这些型号的处理器它们可能存在问题 注意是可能啊 因此你在选购之前可以稍微慎重一点 如果不着急用那可以当回等等的 如果未来我们确定了这个故障或者问题确实存在 那我们会把推进列表里的这些机器去掉 但需要注意啊 这期视频不是对AMD CPU或者其他任何电脑公司的认可 请记住任何产品都有可能存在缺陷和问题 我们只想让各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作为自媒体 针对这个事情得到的信息呢 也并没有比大家多多少 更没有个别评论里说的 其实知道 但是故意不告诉大家 我们会一直对这件事情保持跟踪 如果有更新的进展 我们会以视频或者动态的方式同步给到大家 如果你知道更多的内容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友好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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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